UI 的部分 在 Galaxy Tab 上我們仍然是採用 TouchWiz 3.0 但是我們有做了一些強化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得到整個的介面選單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 你可以直接去新增你所要的頁面 那如果不要的頁面就把它拉下來把它移除掉 就OK了 非常的簡單 那進入程式級之後呢 也是一樣 這邊的選單你一樣可以去做一些 擠壓快速點選 如果你安裝的程式非常多的話 你不需要一頁一頁的滑 你只需要兩隻指頭一縮 你就可以快速的找到你要的程式在哪裡 讓你更方便 那在 在聯絡人的部分 聯絡人雖然 Galaxy Tab 它不主打這個 通訊功能 但是在整體的聯絡人部分 它仍然有非常強大的一些 整合的部分 包括Facebook Twitter Myspace的整合 那在這邊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聯絡人 同時呢 通訊群組的部分 也都可以完全的同步下來 那在Facebook這邊也都可以同步下來 這邊都是非常完整的地方 那在電話的部分我們也很清楚 我們直接把聯絡人的部分 整合在一首頁的地方 波號鍵牌也做的加大 同時它也支援視訊通話 你可以直接做視訊會議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一下形式力的部分 因為 Galaxy Tab 採用的是大螢幕的一個機種 所以它在整體上顯示上面 可以有非常好的一個顯示效果 可以看到這個是整個形式力的地方 然後當你把螢幕橫置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它整個就變成了一個像是筆記本一樣的一個顯示方式 非常的容易閱讀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音樂播放器的部分 音樂播放器進來這邊 你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專輯list全部在這邊 點選任何一張專輯之後 它會發出來你所要播放的歌曲 再點選一下它就直接開始播放音樂 音樂播放的部分可以從這邊音量去做調整 那我們再可以看一下影片的部分 Galaxy Tab 採用的是跟Galaxy S一樣 都是1G的CPU 同時配備Power VXR540的一個圖片處理速度 這支援Galaxy Tab也可以支援到Full HD的影片播放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Full HD的影片播放的一個效果 這是Full HD的影片播放